第四款作品 Hello quizyou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这一期视频想要来和大家分享现在玩具的就是 iibai ga i 是一只大螃蟹 在这款作品之前呢 会有金枪鱼 还会有一头河牛 还会有一头小黑猪 这款作品的话 已经是同系列的第四款作品了 是一只大螃蟹 这个紫外甘尼的话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叫松叶蟹 并不是大家一直说的帝王蟹 帝王蟹的话是叫塔拉巴嘎尼 具体这两种蟹有什么区别的话 过会再来和大家详说 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包装 这个包装的风格和开面和以往的三款作品 是完全相同的大小 这个左上方是它的名称 下面会有它的产品的一个大的介绍图片 也是大螃蟹 边上有个小圆圈的地方写的是41个parts 就是说这一次产品当中是会有41个小零件 组成的一只大螃蟹 然后这边还会有写着它的一个玩点 就是说真的可以像螃蟹一样还原出它 从蟹壳当中把一个蟹腿给拔出来的那种 真实的肉的感觉 反面的话就是它所有零件的一个清单列表 在打开包装之后可以对着清单来核对一下零件的数量 有没有缺少吧 那售价也是和之前的三款产品一样 1700日元 那直接来开箱 首先取出来的话是有一份问卷调查表 之前也有说过问卷调查表的话 当中有一档就是说 希望下一次会出的是什么产品 那这一个蟹的话 在之前那款产品的问卷调查上是有的 那看来厂商是真的有把这个问卷调查当做一回事 之后的话可能会有鸡还会有马 还会有那个大龙虾以及人体模型 人体模型和这个美食系列好像一点不太有关系 然后这张的话是一张硬木券可以去抽奖 抽这个一根蟹肉的一个东西 然后下面还有一张背板 之前几款产品也都有 这次因为是蟹 所以说给了我们一个竹篮加上三片的竹叶 背后的话则是拼装的说明书 然后最后还有一张这种广告宣传单 当中宣传的竟然是这个蟹肉棒 真的是食物的蟹肉棒 好分一边 接着再往下看 这个零件都是一包一包的 装在这种小的包装袋当中 有很多个零件 它都是有分类都给分好了 内容物当中的蟹肉以及蟹黄的地方 还有它的蟹腿的地方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把这个也全都拆出来 把零件全部都取出来再说吧 好的 那把所有零件全部都取出来之后 这个数量还是挺多的 红色的地方基本上全都是蟹腿 然后这个黄色的地方 以及这种棕色的地方 全都是蟹肉 以及当中的蟹黄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蟹壳子 还有两个眼珠子挺闷的 然后另外还会有一把吃蟹时候 所使用到的一个小工具 可以挖蟹肉时候所使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支架 之前在金枪鱼的产品当中 也会有带着一个小支架 最后可以把蟹摘在上面 应该是挺好看的 然后每一个零件的身上 也会和之前那些个产品一样 会有这个名字 比如这里的话 这个腿上的叫蟹肉棒 对吧 然后还有蟹黄的地方叫 KANIMISO 然后蟹壳的地方也会有字 叫KOLA KOLA就是贝壳 蟹壳的意思 今天这一只蟹 其实相较于之前的牛 猪 金枪鱼来说的话 这每一个部位的名字 其实门主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门主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蟹 原来每个角的名字都不一样 因为平时根本用不到 去饭店吃饭也不会说 请给我一只右边第三条后腿 没有会这么说 顶多说给我一只半只 或者给我一只蟹 来这样子吃的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在玩的时候 也并不用太纠结 说上面写着日语 我看不懂什么 是不是非常的无趣 什么的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即使看得懂的话 这些字平时也是用不到的 然后这款产品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蟹壳 可以还原出一个 剥出来的蟹肉的样子 当中是会有蟹肉的 而且蟹肉是用软胶的零件来制作的 真的就和这种蟹肉的手感 非常的相似 非常的柔软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的一个蟹肉的还原 会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大蟹前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大蟹腿的地方 都是用软胶来进行制作的 非常的好玩 好的 那下面的时间 就让我们把它全部拼装起来 装成一只完整的蟹吧 那么还是先从蟹腿开始安装 因为它左右两边的蟹腿 只有单边是会写字的 另外一边的话 好像是没有写字 所以说装起来的话 应该会比较容易区分左右 然后因为它的四条腿 以及它的蟹前的话 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应该会 这样子装会比较简单一点 先将带蟹肉的蟹腿 插入它的蟹壳当中 然后这个比较短的地方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蟹前吧 蟹前找一个这个地方 对了 然后在蟹前的上面 然后再插上 它是左右怎么区分呢 应该是这样子吧 然后再把前面插上一个 它这个蟹前的地方 蟹前的前段 还会有一个可动的机构 还可以张开合拢 好像不对 它这个有字的地方 应该是装在一边的 应该是这边是装在这里的 对 那么应该反面 果然反面也是有字的 它应该是有字的 都是在一面的 然后没字的话 是在另外一面 所以说这个的话 应该是在左面 然后另外这两个没字的零件 应该是装在 它的右面的蟹腿上的 OK 然后最粗的这一根蟹腿 下面的那根小腿 应该也是最粗的 然后找一根最粗的是哪一个 都一样 都一样的应该就差不多 都可以吧 好像对了 再来一个 然后这个也是 差不多吧 好像 再装吧 能装上就好了 OK 然后还有一根 这根稍微细一点 然后应该是这个吧 OK 没问题 然后这样的话 左半边的四条腿 还少一条 这条 四条腿加上一个蟹钱的话 就全装完了 同理再把另外一边 也全给它装上 然后蟹腿全部都装完了之后 再来装下面的蟹身体的部分了 首先是它下面有一个蟹底盘的地方 写着的名字是叫 肩肉 蟹肩肉 蟹的这两个底盘装完了之后 应该装中间的肉了吧 肉应该怎么装 这个应该是有两个腮 两个腮的地方 是左一个右一个 先装上去吧 OK 然后 KANIMISO KANIMISO是蟹黄的意思 是插在这个中间的 还有这一块应该是在这里的吧 这样的蟹的身体应该就是 就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下面还会有一个蟹屁股 看这个形状 应该是一只磁蟹 这怎么这么松啊 应该是和上面的这个盖羊 应该合一块 那这等会再说 然后再把这个腿给它都装上去 那蟹钳 在上面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插这条腿 然后下面是这条腿 最下面还有一根最小的腿 这样子的话 蟹的大概的形状就已经出来了 大概吃的时候大家平时是不是这样的 把它一摆二吃的 这样一摆二 肚子有点饿了 好 然后再来装这个蟹壳 在蟹壳的内部可以装上4块 它这个蟹黄的零件 然后这个蟹黄在日语当中是叫KANIMISO 可以看到在这零件当中 4块都有写着4个相同的名字 KANIMISO 装完之后再将这个蟹壳整个在扣在 它的整个蟹的身体之上 然后最后再翻过来 把屁股上的这个零件给它插上去之后 就完成了全部的组装了 一只完整的蟹就组装完成了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底座 可以把这个蟹给放在底座之上来进行展示 这个展示的效果还是挺好玩的 下面还会有一个小支架 可以放上它的一个吃蟹的小工具 当然除了这个支架之外 还会有一个小箩筐 可以放在这个箩筐上 变成是一个已经蒸熟了之后的蟹的模样 那么刚才在视频开始的时候 有和大家卖下一个关子 说这个松叶蟹和帝王蟹到底有什么区别 很多的中国小伙伴都分不清楚 他觉得看到蟹腿很大的蟹 它就是帝王蟹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模型拼装完成之后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了一点 这个松叶蟹的话 它单边是4条腿加上一个蟹前 总共是会有10条腿 但是帝王蟹的话 单边只有4条 加在一起总共只有8条腿 但是大家真的去日料店吃蟹的时候 可能没有机会看到一整只的蟹 端上来的话可能只是一部分的蟹腿 其实蟹腿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 松叶蟹也就是ZWAIGANI 松叶蟹它的蟹腿是又细又长的 像蟹肉棒一样的这个是叫松叶蟹 但是帝王蟹的蟹腿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的粗 这么粗 所以说它们两者之间的这个价钱 也会有一定的区别的 所以说大家去这个日料店吃饭的时候 千万不要点错了哟 好了那就是这样的视频 最后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收藏以及分享 想要收看更多精彩模玩分享视频 那不要忘了订阅或者关注一下 那就是这样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